Sack Channel,所以其實Sack Channel上面也蠻熱鬧的 我們下一位提案是EPA的這個 G0V三段式分...三段式... 因為我剛剛臨時寫的 所以他叫我是EPA 那我是看我頭髮就知道我是個老人 那我今天要提的一個專案就是 我們不用Web 1,也不用Web 2,也不用Web 3的技術 我們用Web 0的技術,就是TXT來做這個 三段式分散式自主口述歷史計畫 然後簡單講一下我的想像,這是昨天想的 所以我只有這個東西 就是第一段,就是大家很多其實蠻多人 有長期短期的參與歷史 那我覺得這個故事可以寫下來,可是好像 大家都在寫或是大家有成就系統 跟那個Web 3啊,或者Ronnie啊 但好像是比較量化的 好像可以有一個比較直化的 所以這是第一段 然後第二段呢是 開始有故事之後,會對別人有興趣 會想要知道更多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共筆上去追問 然後第三段是,如果每一個人多多少少寫一些 那就可以集結起來 所以今天是第52次黑客搜碼 那我設定的土度 就是第一段我想像是用一個template 共筆 那固定可能有什麼問題 你要,你叫什麼名字啊,你做什麼啊 然後你想怎麼被稱呼啊,你做專什麼 你本來想什麼,後來怎麼樣 就這些可以問的問題,讓人家去填的有哪些 然後第一段的流程可以怎麼玩 就怎麼散布出去怎麼吹稿 然後第三個是呢,就是第二段 就追問的話,別人有興趣的時候怎麼 怎麼去讓更多人去寫 這是推坑的技能 然後再來是說,那跟Ronnie 或是這個 這個web 3有一些成就batch的系統 相關的有沒有可能穿接 我昨天問了Ronnie,這應該還OK 因為這可能都是 就是一個txt檔 他可能會是一個很長很長的txt檔 就是各自的 那所以徵求就是會 txt就是 就是語言 就是 就是字 就會txt的人 只要會打字 會 會 會有好奇心 想聽故事的人 或者是 你會推坑其他人的人 那今天歡迎來找我 那我這個是一個很 就是很快速的想像 所以歡迎來補充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是 是 是